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5月29日的《啤梨漫步》 我看看一些网友 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有个叫Toby的网友 说 在这里不接受到粗口有缘罪 不知道他会跟谁人对答 接着他就回答 是的 会有的 还会对自己的emoji 等一等 我有个四几的电话 打电话来看看是什么事 Hello 电话将在两小时后停止服务 查询原因 广东话请按一 普通话按二 听见你用呼吸 好惨啊 尊敬的用户你好 你的电话将在两小时后被停止服务 我们看看8点11分 我的电话会不会被停止服务 基本上是不需要听的 任何电话都 其实现在这些诈骗电话 最麻烦是令到一些正正经经的电话 打不到给你 有时候你会失败了 譬如我最近在等一间银行 以及一间 TVB 应该说 这把话给我 但是 说开又说 话说我是这个 My TVB Super 的用户 我有两部电话机 当然有一部电话机 我打算不用 因为以前我妈妈看的 我都八交了 这个年费成年 两部电话都到期了 昨天有人叫我绝约 其实不是昨天 他约了我一个月 我看到他这么有诚意 绝了一部 其实我也不看的 但现在他很好 绝了一部 我跟他宣传了 他除了可以让你在不同的渠道 譬如电话 电脑 看 多几个看之外 即使是大电视 他都可以让你两部电视看到 就是在家 变成你一个机就有两个大电视都可以看到 那这样就更加不需要第二部 那我叫他和我cancel了第二部 我刚才说 我有两部 他说不行 你要打 什么什么的 我都明白的 就是销售还销售 那我给他电话 直线我 我昨天打他 现在的线路比较繁忙 你请你留下电话 我会很快就回答你 那有真人跟我说 那我就不能留下电话 但是到今天 足足超过这个三十多小时 都没有人回答我 可能真的很繁忙 好像连有线那样的 你要停 要人要停 实际是很难的 那他一百几十元 我给他 也没所谓 但是有些时候 这些人很不拒 喂 你打来 我又体谅你 你说你剪不了的 那我就光顾你 但是剪呢 他就给他直线 和 一日几十元 但你没人听 那现在真的没办法啦 所以这些都是划算去收拾的 如果TVB收拾了 以前TVB的东西我都看了 你就放心 一定会有人买那些东西的 又不值得多少钱 老实说 我留下一个月要给100多元的 以前有几堂的东西 要给100多元来看 MyTVB Super 就是因为有时候他会有 例如猪中杯 有时候他会有 大家最喜欢看的瑞典超级联赛 好像现在没有了 有时候会有这些球赛 你会拿到的 你又想看的 比如苏格兰 不知道那场的星班赛 那么大的英超会 当然是拿不到啦 而且有时候会看以前的剧 基本上都是我妈妈以前看的 我都不会看的 哪有这么多时间 好了 有个网友说是不是会有原罪 其实 不接受到粗口就不会有原罪的 你不接受到粗口就应该不好听 这些人经常见到我在街上 我喜欢听粗口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从来不会因为在做节目上 特别说粗口 我平时就是这么说的 你说是不是有很多粗口呢 平时我都会说粗口 但是平时我老婆一起跟同事 23位 我都不会说粗口 也不是刻意 自然就不会说粗口 跟女人面前怎么会说粗口 但是 譬如你讲开 吓家产政府 做吓家产的蠢恨 有时候忍不住就很自然 譬如政府就是吓家产 他做好事的时候我会不会 赚他 但是机会少 我们不要说垃圾征费 你说由这届政府这么说 有什么好事做过 做到过 我真的想不到 你说他有没有努力呢 我想他尽了力 力就这么多了 有什么办法 不接受到粗口就有没有听 通常是怎样的情况 不会被人 看到几个emotions 就是 留言说 请 林康正 你们不要说粗口 那就真的被人吵了 你不要想听 那么多东西 其实到现在我们有几千人在看 我都觉得很震撼 你问我 内容 罚未了 你还要反送 你会不会 被人吵 被网友吵 或者被我们 被主持吵 几个人没人 是吧 不合听就不要听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这个是最重要的 当然有些人是监听着 找我们 来 罩渣子 鸡蛋的骨头 那些真的浪费自己的生命 反正我不会理你 另外有个网友就说 Belly哥是否跟D100 大和解 我想一想 我也要想一想 我想他当然是说我早前上 江少那个 虎炮烈旗 你看到 首先我跟D100 没什么过节的 我没有过节的 而且 我 曾经 是D100的 subscriber 即是 付费会员 都付费了 四五六年都可能有 因为我都是 因为我 我正式说 没有付费 都可能是今年的事 因为 他 扔了一张标 我完全都 不停 可能是今年的事 就算 但我没有听可能有两三年 但是我都照付费的 能力范围以来的 我觉得 都尽量支持不同的 声音 甚至乎我现在 订了很多 很多媒体 我根本都没有时间去看 不过 几十元 100元 一个月 支持一下 多些不同的声音 是吧 幸好是 郑仁斯会订给我的 Hello Amand 我们的signman 看到 我们的audio 朋友上来 好了 今天 也不算太多 今天我连雪櫃都收拾了 我真的很惆怅 一直在收拾 回来 当然我的生意額 有些气息 会好一些 但是 我真的很惆怅 现在越来越多人 要给我一个新雪櫃 我给雪櫃 为什么有很多 撕粒 但是我心想 哪有这么多东西 放置 周杰也是费 我们没有那么多东西 你应该对 才行 不仅价 周杰的牛扒很便宜 周杰也有什么 因为现在事实上 真的很凄凉 刚才我一会说 餐饮服务业 真的很难搞 渣哥也终于受不了 全线结议 全线 全线 小食店 我看回他的盘数 他不是 去年 因为毛记买了 40%多 所以毛记 会登上 你上市公司 其实 他有一家就输钱 两家就赚钱 但是为什么有 全线结议 这些事业 我不知道 细节 可能有时候 你预计 要是判断 你不是说 一定要等到 选手烂脚 你才行 行人 是吧 你自己 每个人做生意 都可以判断 他在鱼蛋吃了很多年 很多年 从尖沙咀开始吃 他第一家是不是在铜锣湾 最早 还是尖沙咀 应该尖沙咀的小食店 刚刚10年 2014年 其实 我没有吃过去茶餐厅的 小食吃过 一两次 没办法 现在 今天有些老友上来 我问他 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们在上面都听你 我上面就这样说 原来他也是住香港的 但是为什么 我们在上面都听你呢 因为一个星期有两三天 会上大陆 玩完才玩过夜 甚至乎 退休 甚至乎 跟15号那些很好谈 租了一些酒店 我看上去 真的挺漂亮的 两三百元一晚 OK 有些女后跟我说 三个人 唱四五个小时的歌 每人一百元左右 200多三百元 吃完东西 你真是 很难说 但是 从他们的口中 不是说我因为便宜 是因为香港是闷的 我真的不会 我昨天说过 我自从去了荷兰和英国之后 我不会认为香港的东西吃满 就是能够 有得吃 又有云南米 又有铁仔粥 粥粉面饭 粥粉面饭 糯米鸡 什么包点那些 就算以前我说 这些给人家狗吃的那些 我现在都很能珍惜的了 哈哈哈 就是以前 你搞错了这些 你都摆得明 工厂行 深圳车下来 蒸得不够热 你老闆 你当是人还是狗 就是这样的了 但是现在呢 都要识福 OK 好了 齐识福 我们今天呢 尽快讲这些新闻 因为呢 有一节呢 我看见有网友 当然这些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人 就严选了 什么七大四十岁以上的美魔女 影视圈 那我就觉得 我会照灯的 他那七个 虽然我认为 不同的 但是我就加了三个 汪娜姐 即是加了十 OK 但是呢 其实呢 都是很多仓海为主 为什么呢 我说一下我 我现在可以说我没有选 因为我其实是选不及的 因为我不想撤走 他们的网民 研选那七个 因为你说如果十年前 二十年前 就难选 你现在要选 四十岁以上 实在太容易了 为什么呢 阿嬌都四十岁了 过了 因为很多 艺人 其实我们以为 他都不是很大的 都变成 中后期的 原来都过了四十 阿蛇我今天证实了 是一九七五年的 五月二十八 他昨天是四十 航空上去的 OK 李佳琛呢 这些我们也没有说 什么Ali 李佳琛是不是 都四十一二 就算王翠鱼 是不是也有四十的 应该是 是吧 这些我们没有 count下去的 这些全部都 我作为不要说书旗 你真的不说那些 是吧 喂 就这样说在 空振箱 甚至乎方浩文 我不是说你正不正 都过了四十 其实 王志民 王志民 好像是过了四十 王志民这一期 不知道过了没有 应该也过了 王志民这一期 跟着十三位学普通话的 你知道吗 真的吗 是的 王志民 跟着十三位学普通话 我都叫十三位有机会介绍我们 你说你跟他说 我喜欢他 我喜欢你 我公司的同事 肯喜欢你 抢包 都肯喜欢你 抢包同事都肯持关你 持关你呀 没有 不是这样子 因为王志民 我不认识他 其实 但是早很多年前 我已经不看剧 我立电视 有个女孩 很清纯 那时候他还是做年轻的 那时候 十几二十年前 他不是 他一出道 都可能年纪大一点 可能二十八九岁 但都是做一些小女孩的角色 我不记得什么 我觉得 其实王志民不是领的 不算是领的 但是很OK的 挺好的 整体的 还有一个 我不记得 是否叫唐泳施 唐施泳 唐施泳 唐施泳也不是很领的 但是确实我觉得是OK的 唐施泳 唐施泳是否嫁了一个艾人 是吗 不是吗 有吗 很高的唐施泳 有个姓王 无线TVB的小生 早几年 什么 很高的 三华王的王 阿王 那个是谁 Yoyo 她老婆 Yoyo Yoyo 唐施泳 不是 Yoyo 大波那个 风空广告 他就是Yoyo 对 不是好姓 蜂叫王是什么样子 黄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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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例 昨晚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就拘捕了人 拘捕了五男一女 包括 在大浪女情教所里面的 周恒彤 其实我到现在都在想 他在大浪 是否可以玩Facebook 是不是可以玩电话呢 如果不是的 你为什么要拘捕他呢 因为今天听回邓炳强说 有人用匿名方式在社交平台专业的小童群秋会 利用某个张智的敏感日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说六四 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 煽动意图的 帖文 所以就拘捕 根据消息说 被捕人士里面包括买周恒彤的妈妈 老实说 我从政治方面说 这个星期 就国际焦点 看看你47人怎么判 你事实上你问我 以我的感受 你不拘捕周恒彤因为这件事23条 因为你用敏感日子 我觉得香港人对六四这件事 我觉得没有什么热度 你问我 你说 会不会有些想法呢 我心里有这么深的记忆落印 当然会有 也不是你政府 拘捕两个人 就可以解决的 因为心底的落印 你无非不想人家出来搞事 我真的看不到有任何人会出来搞事 而你说有人持续 去发布这些具有先动意图的贴文 我看不到 但是根据报道 这个有6000个 Followers的Facebook专页 其实都是有一些 网友 或者是 不知道 分享 包括周恒彤 讲述他们以前 参加六四运动的情况 你说是否能够煽动 对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 司法机构 不满不信任何真恨 甚至乎有意图 鼓励市民去参加这些事 那真是很难说 讲述历史也不行 我以前自己做过什么 老实说 如果 因此而有人对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 司法机构 不满不信任何真恨 究竟是你们这个行动 引发多些 还是有人在回忆一下 以前参加这些悼恋活动的时候 是多些 意思上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 包括特首 包括邓兵强 六四集会是犯法的 在香港 没有人说过 老实说你问我 又是一种令到 爱国人可能对我们会指三道四 的把柄 可能真的有别有用心 但是你另一方面又是想 招商 是这样的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好了 喂 呃 说你们是将这个法律武器化 去震惑香港人 那你现在是不是在做这件事 老实说 我不关心被捕的人 我是关心 会这样下去香港 你哪一个来投资呢 这次因为用23条 23条 23条 可以48条 小时才来申请 不准你请律师 14天 随时你出来过了64 就算最后不告你 拜拜 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 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真的很有救病 经常说 上庭 你跟我官说 第一 他可以不告你 够不够害怕 14天 头两天不准请律师 再不是的 他照行整个程序 然后 无罪 你跟我官说 足够 不够 你不要说其他事了 你只要看湯家驊 阿华国 阿十一国 他接受访问 他说 Exact earning 煽动罪入罪的门槛很高 你们光明正大的人 无需过滤 不过 他也呼吁市民 说少一句为佳 又无需过滤 又说少一句为佳 他说 条例收定名出于煽动意图 作出煽动意图的作为 发布输入有煽动意图的刊物 最高监禁7年 涉及外国 勾结外国势力10年 其实 从立法之前 甚至立法之后 批来批去就是说 究竟如何为止煽动 意图 如何为止煽动刊物 是没有人能够答清的 条线是无无无的 那时候 我们不敢说香港市民 很多人都会说 因为你是很模糊 那就很容易被你们 进入官方去演绎 于是乎就很容易中招 那么醒目的 什么都不要说得最好 但是如果你看回报导 他回忆以前 2017年我们第一次接触 遗远六四烛光晚会 2019年我爸爸带我去 这样 都可能会中 我回忆民主歌声 宪宗华 李振英 譴责 中共 不会报开天窗 我回忆 邝美云 哭到 唱不了下去 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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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忆 可以吗 说回这些东西 好了 湯家驊说 入罪门槛很高的 干犯 煽动 煽罪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一个就是效果 另一个就是意图 你要满足这两个 原素 而且毫无疑点 才可能有机会入罪 所以我认为一般人堂堂正正 光明正大生活 想都不用想 这个问题 当然想都不用想 我也不会想 如果不是要做节目 说也不说 如果不是 我怕想想也有罪 他的讲笑句 但是讲笑哪句 他最好笑就是说 喂 有记者问他 如果市民在铺文留言 参与讨论会 会不会有机会违法 湯家驊说 如果只是八卦两句 我当时在那里做过什么 我真的看不到 他有什么大问题 现在其实被捕的那些据说 那些据说 我当时在哪里 在2013年 2017年 我在维远 我去唱歌 点蠟燭 就被捕 现在就是这样 湯家驊说 这条线 就画得不太清楚 所以可以避免的 大家都可以避免 说少一两句 其实没什么所谓 他又说 悼念六四 并没有问题 关键是 悼念有没有犯罪 你越说越不明白 你说悼念六四 没有问题 关键是有没有犯罪意图 越犯 犯这个罪 有没有意图 那我 现在是六四了 张智 我回忆起六四的时候 我的事情 你认为他这样是意图 善惑人家进行特区政府 司法机构等等 我的意图是真是法师股之邱情 以前有得去 现在没有得去 喂 如果 我心里可能是想这句 但我亦可能 是有一个 以前 我记得 我真的去 都可以的 然后那个意图就想你去演绎 你最后都可以说这条线 画得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大家少说它 什么都不要说 为什么不是画一条线 清楚点 又是说 你们就画一条线 不清楚 那我们当然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苹果日报》最好又不要有 《苹果日报》最好不要下载 《苹果日报》最好不要下载 最好不要说 但是 但是亦都这么说 这个才是难搞的 我看不到你家 自己抽一份《苹果日报》 例如《蓝极圈》 或者《赛马板》 有什么问题 不过最好就不要 我怎么搞的 你说这个世间上 譬如周恒彤 你真是making hero 喂 人们发布什么 你觉得他一定是有份参与的吗 是不是 我真是不会说 好了 这些 这么说 你现在 我又不是说要关门打狗啦 你是长臂管客 现在海外有很多华人 又说在这里又说在那里 搞六四 集会 说真的 我们自己生活在这里 你不是这件事 其实 5月35号 是越来越淡 你问我 特别是这两年之后 因为有些 你虽然是图具形式 行礼如意 也好 他始终有一个仪式 你都 recall 了一些 记忆 但是这几年没有了 都慢慢越来越淡 你确定要抓一些人提醒 香港人有的六四事件之前 我真的觉得 是不是有人有用心 另外 彭博 昨天报道香港和房地产 其实这些新闻就绝对不是新闻 不过难得他做了一些资料给我们讲一下 我觉得很开心 他就用这个设计点呢 就是李嘉诚凶子的大厦 反正香港 衰退家劇 各位做官的可以不认 但是 如果事实我们也不认清 就是没有对策 先不要说 为什么 全部设计了 樓市小阳春 两个月 三个月 现在又棋不稳 樓市小阳 正如我呼吁 如果有网友 如果有网友那么 rich enough to 买了一个 用123万 买了一个 真是划算 你买了什么呀 你买了6-7元一个地地 买回来 现在买了2-3元 连全新楼 还有装修 还给你利印 还有38万 还是48万的现金假司券 你加起来 就算是2-3楼也划算 因为是山顶 我看了沙田马场 往城门河 四房 几人特别 你买回来租给我 OK 那当然你识得我 大家想走 红水桥很惨 你有没有看 正呀 世纪奇迹 不是 他厉害 他最后是说好在 好在 他们买了红水桥 他们始终是看好红水桥的发展 很漂亮 500多万 好像是200多尺 问题是你2021年买 那一刻我才 觉得过了 不是 又未必一定会输的 我们 地产 市道这些来说 用一个长时间 100年 1000年 1亿年 你始终是在那里的 你的子孙可以用到的嘛 真的不好 你住得几代 是吧 没有事了 五百多万 那我们小情人都努力了 我都经历过的 不要紧 升回来的 过几年就行了 好了 报道形容 中环长江中心 过去一年的空置率 长江中心 其实是脱了手的 贴手的东西就糟糕了 当时有汤文亮串的 长江中心 买的才是赢家 有几个买东西的 那个马 什么 小马大王 什么马 甲木马 那个马 刚刚走了那个买东西的 很多人买东西的 哪个呢 那个烂尼王 凶当我猜他几个叫什么名字 不肯记了 又有份的 据说 阿邓哥 以前的老实 朱太太也有份 有份买东西的 因为你知道 老实说 别人做生意 我们当然是 没得给 但是整个订出来的东西 都会接的 丰文亮串的 李嘉诚是后悔的 老实说 你这么厉害 李嘉诚就不是李嘉诚 你丰文亮也就是 变成李嘉诚 真是 是呀 是呀 很麻烦 好了 中 中 中环中心 大丹目 现在我们讲 长江中心 长江中心 理论上就比中环中心更加美的 因为长江中心 大家在哪里 不用我说 以前在希腊 中环中心 其实 老实说那里有些谋 上中环 之间 长江中心 是A甲急舍事 空置率过去一年25% 而长江中心 现在只是租了10% 有90%丢空 不要看长江中心 还要看长江中心 还要看长江中心 恒地在中环的Handerson 40%空置率 甚至 IFC 一期和二期都有5.5%和3.3% 其实应该 不止 去年 2023年的数据 我记得我之前我看过 新鸿基的IFC 都好像接近10% 7-8-9% 我当它是5.5% 你说5.5%是一个什么 因为其实长时间 甲急舍事在香港旺场的时候 基本上 0.2% 他总会有些时间 会装修 但如果你不算时间 基本上是排队入 我们不要看这些 看回我身边 我最熟悉的 因为我现在有时会上沙田 新城市州是不是沙田中心 还是沙田廣场 还是沙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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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沙田廣场 因为现在装修过了很多新铺 食肆 有时我也会去那里吃早餐 有一家挺好吃的 虽然是$43 但是真的很好吃的 到了 2021年 到了2024年 仍然有很多铺 招租 在平台上 向着平台那些 以前 那里 你不要说山城市 就算是沙田廣场 山城中心 你一位都难求 德卿也撿过去了 德卿也撿过去了 还在那里呢 不知道我没有留意 我不吃德卿 德卿 全盛城是几间店 八家店都收拾了 德卿我吃不想起 不是那家太卿的 我吃不吃那家太卿的 德卿有几间店 全盛城是几间 旁边就有八家店 德卿有几间店 德卿你说哪家得卿 吃鱼蛋粉茶餐厅 哦 好像还有一家德卿 德卿有几间 德卿有几间 德卿好吃的 合理的味道 你住那边是十二天 报道说香港各处的新办公室都面临着吸引租户进场的困难 其实有几个原因 不要蠢了香港 经济环境 政治环境 第一 你很多 真的习惯了home office 是习惯了 第二 其实 也真的有很多搬去新加坡 甚至乎有些很大的 给得起租的公司 他们都开始意会到 究竟是不是需要这样擺墙面 其实环球经济也不好 而香港的租金是这么夸张 好了 还有一个factor 原来就是因为 深圳 比我们 空置率更加瘋的 今年深圳首季甲级写字流 30.6% 真是很微谱 其他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乱勾地离 根本没有规划 好了 但是香港是16.7% 嚴重很多 但是 因为两地的租金 是相差两三 甚至乎四五倍 即是不同的地点 所以呢 亦都有很多香港公司 转在深圳 捨自流 我不知道 那些香港公司 如果他本身 他的业务很多时候都会跑回大陆 以前是在香港买公司 那其实 现在这样的环境下 又国安法又 真的放深圳 可能更好 你省下这么多租 省下半租也配租 如果香港有10个人 就算我留在香港有10个人 我不会全部都解除 有两三个人 请7个大陆人 那两三个人 你继续做 你回深圳做 或者HOME OFFICE 你三天回深圳 可能他也很愿意 HOME OFFICE 三天回深圳 还可以顺便叫鸡多个人 你死不死 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 很简单 我留在这儿找到钱 我就会付 我留在这儿找不到钱 这个就是最简单 休息一会